大家好,我是汉文 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8月13号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件 是最近非常知名的杭州的杀妻碎尸的案子 不但是杀妻碎尸了之后 还把妻子的身体扔在化粪池了 后来被警方发现的案子 这个案件非常知名 海内外的中国人应该全都知道 在媒体上也听到过 肯定是有所了解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和梳理 最近看到一个像什么抖音上 还是西瓜视频上的一个视频 挺有意思的 是搞笑的 他说那个是女的拍的 说这些女的作为老婆 现在都老实了 在家里就伺候老公 给老公垂腿 然后给老公夹菜 给老公点烟 给老公喂酒 给老公扇扇子 特别特别的乖 再也不闹了 就是怕她的老公也会像杭州杀妻案这个老公一样 半夜趁她不注意就给她弄死了 然后碎尸了 然后放在化粪池里 这是个笑话了 但是这个案件说明全国人的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那我就把我知道的 我把我听说的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这是震惊全国的最近发生的案子 然后现在流行说 结婚嘛 用那个每天用两吨水的那种 两吨水来碎尸 更可怕的是最近这个凶手好像是在审理的过程中 她又承认了她之前还有个命案 就是说她前妻 她有个前妻 前妻有个闺蜜 闺蜜有个女儿 N年前了 在这个厕所里被杀害了 然后这个案件不了了之了 因为当时一直也没有线索 也没有抓到凶手 这个杀妻案件曝光之后就很有意思 很多人就人肉搜索了这个男的 结果呢 就发现了 因为网友的力量很大 发现了人 很多年前的这个案子 大家就网友就预测 这是不是也是他干的呀 那这人真是比鬼还可怕 结果现在觉得这事还真可能就是他干的 大家都知道哈 这个姓许的这男的 也就是这凶手哈 他跟这个女的姓来的这个女士 他俩是初恋 也就是之前谈过恋爱的初恋 他们大费周章的在一起 应该是挺恩爱的嘛 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这个这男的一直是人说都挺老实的 而且笑眯眯的 总是带着礼物回家看老人 结果背后呢 就是比鬼还吓人 比魔鬼还可怕 有人说是老婆强势 但是呢 就是邻居说哈 这个媳妇是进来的 大大咧咧的 又勤快又老 是没有心眼傻乎的 最重要的是哈 她是一个小迷妹 她一直非常崇拜和爱慕自己的丈夫 就是一个姓许的这个凶手 就是她一看就像迷妹一样 眼中都闪着星 闪着光哈 这也就是这个杀人凶手 盯上她的原因 很多人说她是为了这个拆迁的房子 很值钱的拆迁房来杀人的 这这男的应该说是利益之上吧 他应该是觉得他傻白甜 而且又有钱又有拆迁房 利用感情哈 一步一步跟他好上的 然后有预谋的杀掉 因为杀掉他所有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了嘛 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个姓许的凶手呢 他是出身贫寒哈 母亲早早就死了 然后父亲养了三个兄弟 19岁他就出来打工了 然后呢 他开始是在那个鸭子屠宰场 他做这个生意 他就跟这个姓来的这个女士的父母 租了房子 放那个屠宰之后的鸭子 也就是人家是他房东 渐渐就熟了 年轻的时候这男的长得还不错 然后姓来的这个女士就就看他挺挺好看哈 他俩就谈恋爱了 后来女方不反对啊 他人家有钱 他家没钱呢 反对 反对之后就分手了 然后那个姓来的女士就就精神介绍 跟那个他的前夫也结婚生子了 这个姓许的呢 也在上海 他认识了他的前妻生了儿子 他俩就就不见面了 然后呢 这个姓来的获得了这个拆迁房之后 很值钱吧 两套拆迁房价值好几百万 结果他俩就是又又联系了 这个姓许的听说了这个事之后呢 主动联系他了 联系联系没联系上 还联系了他的这个闺蜜 通过闺蜜跟他联系上了 这闺蜜这孩子死亡可能跟这事有关系 然后这个姓来的他本来是就是有老公有孩子 但是又联系上了 他就又变成迷妹了 又喜欢人家了 死活就要跟老公离婚 甚至威胁他那个前夫说哈 如果你不跟我离婚啊 我就开始败家了 我就开始花钱 给我们财产给花光 然后我再去借钱 然后让你被一身债啊 你离不离吧 一看这情况呢 他老公不离也得离了 然后这个期间啊 这个就是还没离的时候啊 这个这个姓来的还公然到上海 去跟这个姓许的这个凶手去同居 姓许的也有媳妇也有孩子啊 然后这个他也有家有孩子 而且你你突然来插足他的婚姻 他能干你就觉得他这人人品也不太靠谱 对吧 但是姓来的女士太单纯了 被爱情冲昏头脑啊 他也措施了看清这个姓许的这个这个真面目的这个机会 这时候姓许的这个他赚钱赚的还挺多啊 赚了七八十万了 人生巅峰了 如果他本本分分做人的话还可以啊 日子也不错 但他觉得这个钱不够啊 就炒股了 中国这股票你是知道的 这个散户基本上都是血本乌龟 谁都觉得自己懂 但是都是韭菜嘛 输光了 输光了之后他就他俩就复合了嘛 搞婚爱情 然后他就开始跟那个蓝女士借钱 从来还没还过 然后这时候蓝女士被迷的这个七婚八素的呀 就喜欢的 他也不要 人不还他也不要 口口声声说爱他 那你不好意思往回要钱 不断的借不断的也不还 这里我要说一点啊 任何一个男人如果真心喜欢一个女人的话 是不会跟他要钱或是借钱的 如果这么做了 那就是当摇钱术就是利用你 人品还不咋地 所以呢 这个女性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 他得混的多差呀 对吧 就才能跟跟女的借钱 然后连还的意愿都没有 为了抵消这个借款呢 他俩还打感情牌哈 就是离婚又重重新结婚又怎么样的 而且这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 他这个时间点是人家分到这个拆迁房有钱了之后 他才去找人家的 然后复合期间还跟人借钱还不还 而且那个姓来的就是女士的这个收入比他更好 他虽然是一个保洁员 但是比他当司机的这个收入好 在被杀的时候呢 来女士的这个账号里面还有七位数的存款 七位数应该是百万了 然后复合的时候呢 他就相当于是吃软饭的一个男的 软饭硬吃 然后他抛妻妻子也是非常不道的 不讲就不道德的 为了钱啊 就跟初恋在一起了 他是觉得有便宜可占 而且呢 他这个 这个来女士就是好糊弄 死心塌地 言听计从的呗 然后呢 就是他跟了妇婆 就是衣食无忧了 然后 这个 这个 他的这个婚姻就是一场阴谋 就像很多喜欢赌博的人呢 或者喜欢借钱不还的人是一样的 他们图你什么感情啊 就是肯定是 是图你的钱 或者是图你身上有能占便宜的地方 这个来某就很单纯 女士很单纯 他没有看透他的真实意图 四十多岁的时候还冒着风险 给这个姓许的生了个女儿呢 虽然他俩条件不匹配啊 这样就看着门当户队很重要 他当保洁的工资也非常高 而且承担了全部的家务 姓许的这个生活照顾都非常好 他没有半点高姿态 不是因为自己家有钱就欺负人家 而且这男的不会感恩 不会感动 当是理所当然的啊 他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还说啊 我的妻子失踪了 我生活怎么办呢 他还说的 妻子说他这个智商应该走不出小区的 照顾他就无畏不治的人哈 他就用这种手段 然后他还说的一点愧疚感都没有 啊 这个女的后来是为什么他动手了呢 就是因为拆连房 他想把这拆连房留给他跟前妻的那个男孩 因为他那个男孩要结婚了 这点是非常不要脸的 因为你跟你现任的妻子是人家的那个拆连房 人家要留给你俩的女儿也是正常的 人家不给你也是正常的 毕竟你俩是二婚 你是要独占了 不但是独占了 而且要留给你跟前妻生的那个儿子 那不不要脸吗 又是一个因为房子而发生的命案 一起房子发生的血案 一点脸都不要啊 而且就这一个事违背他意愿了 他就给人家杀害了 而且还给放那个粪坑里 这个一定要擦亮双眼 所有的女生 千万不要跟那个吃软饭的男的在一起 千万别跟这个能力不足的野心家在一起 或者是就是吃喝漂堵的不务正业的男的 千万不能在一起 也不能跟这个抛弃原配妻子 跟你结婚搞感情的这种人在一起 也不能跟动不动就家暴的人在一起 对吧 他不是扒你皮 就是要你命啊 像这个事上 他真的是会要了你的命啊 好 我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那下次我们接着讲这个杀七案的 这个杭州杀七案的一些细节